2020爱恋花莲在寿风剑走活动 超过上千人迎着朝阳剑走近3.5公里 县长徐真伟也特别来到现场和花莲相亲 共享剑走的乐趣 一起用行动爱花莲 而包含了县府一级主管以及多位议员 也都参与了这场剑走活动 让许多民众在端午节这一天 以健康的身体来爱护花莲这块土地 一早在鲤鱼潭的潭北停车场就涌入不少人潮 就是为了要参加2020爱恋花莲在寿风的剑走活动 县长徐真伟也和乡亲们致意 县长徐真伟表示 今天的亲子剑走活动不只能够促进家人的感情 也让花莲更温馨温暖 在解封后 大家这个生活恢复了正常作息 而也出来多多的走走运动 美伦山 鲤鱼山 鲤鱼潭 东海岸 都看得到我们很多的乡亲 更看得到全国 全国有很多的游客都到花莲来 这就表示花莲好山好水 好空气 大口深呼吸 转动好运气 以及大口深呼吸 让我们的花莲更加的美丽 县长徐真伟和现场乡亲已有养健康超 舒展筋骨暖身 他们在鸣腔声响后 和参与活动的上青不明的乡亲 由潭北路出发 请经环潭步道至潭南大草皮上 并提供摸彩券 索取 以及活动盖章等两个地点 许多好礼也等着大家来抽奖 记者林杰 寿风采文报道